我带着女儿开车五个小时去找她,想要给她一个惊喜,但她看到我的瞬间,眼底只有惊,没有喜,我被绿了。 后来我问她,那一刻你是在心疼,我开车五个小时太累,还是在害怕你的心欢,会看到我和女儿。 周易出轨了,在她看到我和女儿出现的那瞬间,她的眼底只有惊,没有喜,我就知道自己被绿了。 她的同事们也纷纷露出尴尬的神情,想要跟我打招呼,又害怕被我看出什么,干笑着快步走开。 周易终于回过神来,上前从我手里接过女儿,又搂着我的肩,故作惊喜地问我,怎么突然来了。 我没有接话,只是麻木地跟随她的脚步,朝着车子走去。 女儿看到爸爸很兴奋,搂着她的脖子,跟她脸贴脸,分享着幼儿园近期的去世。 看着那两张几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脸,我的心口一阵抽痛。 为了不让女儿看出一样,我只能别过头去,假装看窗外的风景。 父女俩叽叽喳喳聊得很欢,我却一路上都没说话。 周易问我去哪吃饭,我也没回。 好不容易忍到周易住的地方,我安排女儿先看会电视,然后就跟周易进了房间,手机给我。 怎么了?周易笑着上前,伸出手想要抱我,但是被我推开了。 我盯着她的眼睛,直到她妥协,把手机递给我。 密码没改,还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多讽刺。 解锁后,我点开了微信,迅速从一片聊天记录里,凭借第六感,锁定了一个叫小雨的人。 她跟周易是同事,最新的聊天记录停留在四十分钟前。 小雨说,晚上我要加班,你来接我下班的时候顺便买点夜宵。 好想吃南街那家的小笼包哦,周易回复,小蝉猫在网上翻,发现他们每天都会聊天。 那些周易说很忙,忙到连吃饭都没时间的日子里,她都在跟小雨分享日常。 明明,他们是同事,就在一家公司。 我跟周易恋爱三年半,结婚六年,有一个五岁的女儿,漂亮可爱。 两年前,为了事业,周易调来了这边。 她跟我说,等稳定了,就把我和女儿都接过来。 我安心地等着,平时自己一个人带孩子再苦再累,也从不抱怨。 可聊天记录里,清清楚楚地写着,我跟女儿一起发烧的那晚,周易嘴上说忙,其实是在陪小雨过生日。 我出车祸摔断了腿,女儿要开家长会,周易说赶不回来,其实是陪小雨去周边游了。 还有情人节,她给我发了520,给小雨发的却是1314。 她要跟小雨一生一世吗?那我又算什么呢? 在看到这些聊天记录前,我从未怀疑过周易会出轨。 我以为她所有的奋斗,都是为了家庭,以为她会永远忠于我们的婚姻。 可事实证明,确实没有一个女人,能活着从老公的手机里走出来。 她和小雨的每一条聊天记录,都在无形中画成一把把刀,狠狠地插进我的胸口。 痛苦铺天盖地袭来,几乎将我整个人淹没。 窒息感令我瞬间脸色发白,眼前意识阵阵发黑。 周易扶住摇摇欲坠的我,声音暗雅而愧疚。 老婆,对不起,但我发誓,我跟她绝对没有越界。 你说的越界,是上床吗? 我们没有。 所以,你觉得自己没错是吗? 周易的答案是什么,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我把手机还给她,然后走出房间,对女儿说,画画,我们要回去了。 女儿一愣,疑惑地看向我,妈妈,为什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你不是说,周末都在爸爸这里吗? 妈妈有点事情要赶回去处理,我们下次再来陪爸爸。 女儿被我抱着往外走的时候,还一脸猛。 但她看我脸色不对,也不敢多问。 周易追上来,拉住我不让走,来都来了,等过完周末再走吧。 不了,她和小雨约好了周末去露营,我不想打扰他们。 周一你抽空回来一趟,把该办的事都办了。 我没有在女儿面前明说离婚两字,但是周易听得懂。 她更加不让我走了,你刚开车开了五个小时,回去又要开五个小时,你的身体吃不消的。 她还在乎我的身体吗? 刚刚看到我和女儿出现的那瞬间,她是在心疼我开车开了五个小时太累,还是害怕小雨会看到我们。 沉默对峙的时候,耳边忽然传来开门的声音。 是小雨,她直接指纹解锁开门进来了。 阿易,我,后面的话,因为看到了我,恰壳了。 看到小雨的这一瞬间,我的脑海中先是空白了几秒。 然后,我才想起刚才周易说,他们没有越界。 一个普通的同事,能指纹解锁进入你家。 就在我用嘲讽的眼神看向周易时,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女儿画画居然认识小雨。 她主动开口打招呼道,小雨姐姐。 小雨的脸色有点尴尬,可她的眼神却充满了挑衅。 她和周易的聊天记录里说,今晚加班,现在却出现在这里。 很明显,她是故意冲着我来的。 她还对周易说,我给你打电话你没接,我怕你出什么事,所以周易没跟她解释什么,只说,你先回去。 小雨犹犹豫豫的,雨出惊人,我来都来了,不能跟你们一起吃饭吗? 嫂子和画画应该不会介意吧。 周易黑了脸,眼神里写满了暴躁。 我实在没心情看他们在我面前演戏,掰开周易的手,静止出了门。 电梯里,画画搂着我的脖子,小心翼翼地问,妈妈,你是不是不喜欢小雨姐姐? 我忍着心底的悲凉和痛楚,用最平常的语气反问道,怎么了? 你和小雨姐姐很熟吗? 画画点点头,之前爸爸有工作,就让我跟着小雨姐姐,小雨姐姐还做三明治给我吃呢。 什么时候的事? 就上次放假的时候。 那你怎么没有告诉妈妈? 画画想了一下,才回答,对不起妈妈。 我忘了,我想,应该不是她忘了,而是周易叮嘱过,让她不要在我面前提起小雨。 在今天之前,我也从未往刻意问过画画,周易的身边有没有出现过别的举止亲密的女人。 我没想过周易会出轨,也不想污染女儿的心灵。 本来问一嘴就能知道的是,我却戴了这么久的绿帽子。 我像是一个笑话。 启动车子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手在抖。 视线也被泪水模糊了。 画画大概是舍不得爸爸,坐在后面的安全座椅里小小声地问, 妈妈,真的现在就要回去吗? 我想爸爸了,我说不出话。 猴头堵着太多东西,情绪都在那下面压着。 我怕一开口,哭声会最先冲出来。 周易这时赶到了车前,直挺挺地站着,不让我往前开。 他用嘴形叫我下车。 画画也再度开口,妈妈,爸爸来了,我们可以不走吗? 他明知道,女儿什么都不懂,却故意挡在车前。 这个时候,如果我非要走,在画画看来,闹脾气的人就是我。 明明是他出轨,却还要把我塑造成恶人。 我低着头,颤抖着在手机上,打下两个字发给周易,滚开。 周易还是不肯让路,我们僵持了几分钟后, 我突然从倒车镜里看到,女儿正在抹眼泪。 她想爸爸,她不想走。 我的心顿时更痛。 画画有记忆后,跟周易相处的时间并不多。 之所以这么爱爸爸,除了血缘关系, 更大的原因是我每天在她面前说,爸爸有多好多好,让她记忆深刻。 可她的爸爸真的好吗? 在她妈妈断了腿,只能煮拐杖出门的时候,陪着别的女人周边游。 我再也忍不住,趴在方向盘上,哭得泣不成声。 周易见状,立刻走过来拉开车门。 你现在不能开车,先跟我回去。 我不愿意。 死活都不愿意再踏入她的住处。 那里面可能处处都留有小雨的痕迹。 他们在沙发上依偎着聊天,在厨房嬉笑着一起做饭, 在卧室拥吻亲密,脑海中浮现各种龌龊的画面, 形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我困在其中,几乎窒息。 最后,我和周易各让一步,我没有回家, 她也没有强迫我去她的住处。 我们开了亲子房,我跟女儿睡,她自己睡。 在女儿睡着之后,周易想跟我聊聊,但被我拒绝了。 我不想再听她任何的谎言,只想尽快过了这一晚,赶紧回去。 这里我人生地不熟,万一有事,连找个人帮忙都叫不到。 可我没想到,第二天,我一睁眼,发现周易的爸妈和我的爸妈都到了。 他们相信了周易的单方面说辞,认为周易只是边界感不强, 没有真的出轨,让我为了孩子考虑,不要闹离婚。 周易的父母站在她那边,我一点也不奇怪。 令我心寒的是,我父母居然也站在她那边, 他们不理解我的心情,还言之凿凿地指责我太会闹。 我妈单独把我拉到一边,尽管压低了声音, 却还是透着浓浓的不满,事情周易都跟我们说了, 她确实有过分的地方,但不至于闹到离婚, 她已经跟我们保证过,以后绝对不会再跟那个女人来往。 这不是来往不来往的问题,她的心已经不在我身上了。 见我不肯妥协,我妈白了我一眼,男人的心是要靠你自己抓的, 你抓不住,那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不敢相信,这样的话是从同位女人的我妈嘴里说出来的。 她知道,画画是我的软肋,更是不留余地地往那里戳, 你要是离婚了,画画的抚养权争取得过来吗? 俗话说,有后妈就会有后爸,画画跟着周易。 你能放心?就算你争取到抚养权了, 以后怎么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 还不是要我们帮衬你? 我跟你爸都这么大岁数了,你别折腾我们。 这一番话,几乎把我逼入绝境。 周易和他父母也是明里暗里地表示, 他们绝对不会放弃画画的抚养权。 可已经烂掉的婚姻,我难道就要困死其中吗? 我不甘心。 结婚前,我也有大好的事业。 我跟周易是同一所学校出来的,学历相当,能力相当。 如果不是为了家庭和孩子, 现在的我,应该跟周易一样,在职场叱咤风云。 现在好了,我为家庭做出的牺牲和付出, 成了他们拿捏我的把柄。 因为我没有收入,所以争取抚养权也没有胜算。 周易更是在出轨后,轻飘飘的一句以后我不会再犯, 就当这件事没有发生过。 父母认为我小题大做,女儿对此一无所知。 只有我,日日夜夜痛苦,短短半个月的时间,报售二十斤。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我已经妥协的时候, 我在发小的帮助下,悄悄找了律师和私家侦探。 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固定了一些列的证据。 周易只在最初的那个月里,没有和小雨有过密的举动。 之后,她仗着我全职在家没有收入, 有恃无恐地借用各种理由和小雨撕毁。 起初,她以为我不知道,后来她认为我不敢吭声。 毕竟双方父母都站在她那边, 我又是个没收入的家庭主妇, 哪敢跟她叫板。 这个时候,我特别感谢发小沈璐。 她得知周易出轨后,没有像其他人一样, 劝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也没有急躁地要我立刻离婚, 而是一步步跟我分析, 怎么做才能对我最有利。 烂调的婚姻就应该及时割舍, 哪怕沉默成本很大, 也要忍痛放手。 毕竟余生还有更多的时间, 总不能日复一日地活在痛苦里, 亲眼看着自己一点一点枯萎。 在律师告诉我, 证据已经足够, 可以跟周易摊牌后, 我问了女儿,画画, 如果爸爸和妈妈分开了, 你想跟着谁? 画画静静地看了我一会儿, 然后很清晰地回答, 妈妈,我跟着你。 为什么呢? 因为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 都跟爸爸特别好, 妈妈只有一个人, 我跟着妈妈, 你就不会孤单了。 这个答案, 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带给我的冲击, 自然也在我能承受的范围之外。 眼泪如绝滴, 根本无法控制。 画画抬起小手给我擦了擦, 又试图用短短的胳膊抱住我。 妈妈, 你以后不开心了要告诉我, 我可以给你讲故事。 那天我起来上厕所, 看到你哭了, 爸爸总是不回来看我们, 他是个大坏蛋。 我以为女儿什么都不懂, 可原来我身陷痛苦的时候, 他也都看在眼里。 他只是太小了, 不知道怎么安慰我。 凌晨, 女儿已经彻底熟睡。 我拿起手机 拨通了周易的电话, 响了好多声, 都没人接。 就在我准备挂断的时候, 电话接通了, 传来小雨的声音, 嫂子, 今晚公司聚餐, 我们还在外面。 让周易接电话, 他喝多了, 没喝死就让他接电话。 小雨还在支支吾吾, 周易把电话拿了过去, 老婆, 你别误会, 今晚聚餐很多人都在。 你不用跟我解释, 离婚协议我已经发到你的邮箱了, 你看完没问题, 就回来离婚。 周易一愣, 紧接着大怒, 林千兴, 有意思吗你? 又闹离婚, 你真以为我不敢离世吗? 离了我看你怎么过, 画画我也不会给你, 以后你都别想再见他。 我不知道周易有没有看, 我发给他的离婚协议。 第二天, 我把画画送到幼儿园, 回到家就发现他已经回来了。 胡子拉叉, 眼睛里都是红血丝。 周易说, 老婆, 我接完你的电话就往回赶了, 昨天的事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去民政局吧。 我冷漠地打断他的说谎, 转身去卧室拿了结婚证和户口本。 出来的时候, 被周易拧住胳膊, 他把我推到墙上, 目自欲裂的模样, 像是要吃了我。 林千兴,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确定要离婚? 是, 那好。 周易把我甩开, 冷笑着走到沙发那坐下, 语气高高在上的, 你非要离婚的话, 家里的钱, 我一分也不会给你, 画画的抚养权也必须归我, 只要你净身出户, 我就同意离婚。 我差点都听笑了, 听什么? 你出轨, 我净身出户? 谁说我出轨了? 你有证据吗? 我往前走了走, 微微俯身, 一顺不顺地看着这个我爱了十年的男人, 十年啊, 他竟然一点也不了解我, 心还是很痛, 但理智站着上风, 我轻声对他说, 周易, 你太小瞧我了, 过去这半年你做了什么, 我比你更清楚。 周易微微一正, 紧接着暴跳如雷, 你跟踪我? 不可能, 你每天都要照顾画画, 你不可能有时间。 你看, 他其实是知道的, 我每天都要照顾女儿, 我累不累, 他心里很清楚, 那些他说没空, 说很忙的日子, 不过是在敷衍我, 欺骗我罢了。 周易得知我手上, 有他出轨的证据后, 直接跟我撕破了脸。 就算你能证明我出轨了又怎样, 出轨就不能抚养孩子了。 我的经济条件能给画画更好的生活。 你就是个靠我养着, 没有收入的家庭主妇。 半年前, 我的确没有收入, 靠他养着。 但他都能变得不爱我, 我为什么不能变得有收入呢? 人一旦下定决心要做一件事, 所有的困难都会去克服。 我很幸运, 在婚姻里遭遇背叛之后, 重回职场遇到了贵人。 对方在时间上给了我最大的自由, 甚至允许我居家办公, 只要我把事情做好。 经过三个月的磨合, 我跟新公司合作得非常顺利且愉快。 我只是心疼女儿。 如果真的闹上法庭, 要画画出来做选择, 那场景我都不敢细想。 周易, 你真的都不考虑一下画画的感受吗? 周易冷笑着逼近, 不是我不考虑画画的感受, 是你这个当妈的非要离婚, 是你不知好歹。 她气急败坏地, 把所有罪名都扣在我头上, 然后摔门而去。 我站在窗户边往下看, 小雨等在车旁, 难怪喝多了还能这么快赶回来, 原来是有人给她当司机。 真是可笑。 小雨知道她不肯离婚吗? 大概是周易当着我的面一套, 当着她的面又一套吧。 幸好我已经决定抽身而退, 否则这样的日子, 迟早会把人逼死。 因为周易不肯和平离婚, 我只能提起诉讼。 我做好了接下来, 有一场持久战的准备, 却还是低估了周易和她家人的无耻。 周易的妈妈约了我见面, 非常不小心地把一杯咖啡 倒在了我的手机上。 然后周易趁着我的手机进了水, 不能开机的那段时间, 去学校把画画接走藏了起来。 她明知道, 这两年是我一个人带画画, 相依为命般的感情。 我给她打电话, 她不接, 只给我发来一条微信, 要么继续过日子, 要么离婚再也见不到画画, 你选吧。 当时我正好跟沈璐在一起, 她也看到了这条信息, 气得破口大骂, 什么垃圾玩意, 她居然用画画威胁你, 不要脸。 沈璐骂得很对。 这一刻, 我不得不承认, 我爱了十年的男人, 是个卑鄙无耻的垃圾。 如果杀人不犯法, 我现在就想提刀上门, 把周易砍成一块一块的。 但我不能, 我还要强迫自己冷静。 晚上, 周易又给我发来一段视频, 是画画跟他们一家 其乐融融的画面。 你爸妈不支持你跟我离婚, 画画跟了你, 能有这种快乐吗? 作为一个妈妈, 你随心所欲自私自利, 考虑过画画的将来吗? 我可以跟小雨断了联系, 只要你保证以后好好过日子。 周易给我发这些话的时候, 小雨就在她家。 她不知道, 我和小雨加上了微信。 这么好的炫耀机会, 小雨怎么会错过呢? 她拍了一张, 在周易卧室的照片, 发在朋友圈。 模糊的背景里, 还能看到, 我和周易的婚纱, 照挂在床头。 这照片, 应该是仅我可见。 周易无耻就算了, 她的父母, 也不要脸吗? 我和周易, 还没有正式离婚呢, 他们居然就让小雨住进去了。 还是他们以为, 这样的手段, 能逼迫我妥协。 还有画画, 她那么小, 什么也不懂, 会不会也被他们用手段给笼络了。 她有没有想妈妈? 还是已经忘了妈妈? 我难过到全身发抖, 耳边有什么声音传来? 仔细一听, 竟是我心碎的声音。 人生真无趣。 丈夫背叛, 父母不理解, 一眼望到头, 全是黑暗。 昏昏沉沉间, 脑海中竟闪过无数, 跟周易相爱的画面。 那些海誓山盟, 最后都变成过眼云烟。 我醒来的时候, 人在医院。 沈璐惊魂未定, 你吓死我了, 烧到三十九度吧, 我要是没发现, 你就烧傻了。 我朝她抱歉地笑了笑, 沈璐一下就红了眼睛, 哽咽道, 之前画画在你身边, 为了她, 你一直绷着, 现在她被周易藏起来, 你心里的闲断了, 不生病才怪。 我没法说话, 身上疼, 心里更疼, 就不张嘴哭哭啼啼了。 沈璐这时告诉我, 周易藏孩子的地方, 我已经托人查到了, 你快点把身体养好, 别到时候画画回来了, 还要给你端茶倒水。 真的, 沈璐你我一眼, 我难道还会骗你? 谢谢。 在见到画画之前, 我一直认为, 她是愿意跟我回去的。 那曾想, 真见了面, 她却对我摇摇头, 妈妈, 我在爸爸这里挺好的, 我暂时不想跟你回去。 仿佛当空踢下一道雷。 我傻了, 将在原地一动不能动。 沈璐着急地上前, 画画, 你妈妈生着病来接你, 听话, 快跟我们走。 画画再度摇头, 又看着我说, 妈妈, 你生病了就好好休息, 我也会照顾好自己的。 她冷静地可怕, 对我也格外疏离。 我想要上前抱一抱她, 周易的爸妈这时发现了我们, 冲过来一把, 将我推开。 我摔在地上, 眼冒金星。 妈妈, 我听到画画小声地叫了我一声。 但我抬头看过去的时候, 她已经被周易的妈妈抱进了屋里。 周易的爸爸对我和沈璐破口大骂, 还扬言要报警抓我们。 沈璐也炸了, 报警啊! 等警察来了, 看你们怎么说。 藏孩子还有理了是吧? 他们吵得厉害, 我却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 浑身还在冒虚汗。 沈璐发现我不对劲, 也顾不上吵了, 连忙扶我回车上, 往医院赶。 医生说我本来就身体虚, 最近又心力交瘁, 再不好好休息, 人真的会垮掉。 伤了元气, 再享养回来, 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沈璐也劝我, 还是自己最重要, 画画觉得他们那边好, 你就放手, 单身多自由。 她没孩子, 不懂妈妈对孩子的感情, 且是为了我好。 所以我没解释什么, 只点了点头。 接下来的日子, 我强迫自己不去想画画, 努力养好身体。 开庭之前有一次调解, 我跟周易互相都不愿意 接受对方的条件, 调解自然失败。 再就是开庭, 那天周易带着画画, 还有她的父母都来了。 我看到车里还有个人, 是小雨, 只不过她没下车。 画画老远, 就抬手跟我打招呼, 妈妈。 周易顿时有点不高兴, 转头把画画塞给她妈, 朝着我走了过来。 现在认输, 我还愿意跟你过日子。 我笑了笑, 朝她身后看去, 视线落在画画身上。 我的语气前所未有的平静, 既然画画你都抢走了, 我为什么还要认输? 周易, 你很脏, 不配跟我共度余生。 你, 周易现在的脾气 好像变得很差, 被我随便激了两句, 就暴怒了。 还是她霸上前来, 把她拉走, 才没有发生什么。 停上的过程, 冗长又枯燥。 我越平静, 周易越气急败坏。 中间他们那边叫停了一次, 周易过来找我说话。 千兴, 我们在一起快十年了, 非要彻底撕破脸吗? 我淡默地看着她, 是你出轨在先。 周易眉头紧簇, 我承认是我先犯错, 但是为了画画, 我们各让一不行吗? 她说着, 竟从兜里掏出了婚戒。 那是我搬出来之前留下的。 周易把戒指举到我面前, 千兴, 我知道你还爱我,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戒指上的钻石闪闪发光。 以前每次看到上面的光, 我都以为那代表着幸福。 可原来, 光也会刺眼。 扔掉的东西, 我不会再要回来。 周易立刻说, 那我给你买个新的, 课数更大一点的。 我冷冷地指示她, 周易, 我扔掉的不是戒指, 是你。 因为我手上有周易出轨的证据, 以及夫妻共同财产, 我都做了公正。 所以即便周易转移了财产, 也是无效之举。 该给我的, 一分也不能少。 唯一麻烦的, 就是画画的抚养权。 怎么都谈不拢, 闹到最后, 法官只能去问画画本人的意思。 经过上次的事情后, 我其实对抚养权不敢抱有太大的希望。 御师也提醒过我, 法官会尊重孩子的意愿。 就算画画真的选了周易, 我也不怪她。 这么小的孩子, 选择一个, 自己喜欢且舒适的生活环境, 是本能。 我永远都是她的妈妈, 永远爱她。 然而, 令我们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画画在法官问她, 选谁一起生活的时候, 她很坚定地选了我。 并且, 她还解释了这段时间, 为什么留在周易身边? 妈妈生病了, 没有人照顾她, 只有她自己。 我回去的话, 妈妈还要给我做饭, 妈妈太辛苦了。 现在妈妈病好了, 我想回到妈妈身边, 我爱妈妈。 她一口气, 说了长长的话, 中间虽然停顿了几次, 但最后很完整, 很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 应该是在今天之前, 她反复练习过很多次。 她还对我说, 妈妈, 对不起, 那天我不是故意让你伤心的, 我不想你生病了, 还要照顾我, 我好想你。 说到最后, 她哭, 我也哭。 整个亭上, 除了我和画画的哭声, 其他人都沉默了。 画画的抚养权最终判给了我。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周易没有再跟我抢。 她消失了一段时间, 在出现时, 整个人变得很瘦, 浑身透着一股病态。 我朝她身后看了看, 她苦笑道, 别看了, 就我一个人。 今天不是你看画画的时间。 周易点点头, 我知道, 我来找你的。 有什么事? 她递过来一个文件夹, 里面除了房产证之类的, 还有一份公证过的遗嘱。 我没有多少日子了, 这些东西都留给画画。 我震惊地看着她。 周易尴尬地抬手抓了抓自己的头发, 声音沉沉地, 胃癌, 刚查出来, 但已经是晚期了。 医生说, 我的病情发展得很快, 要是早半年查出来, 还能治一治。 也都是报应。 你知道的, 我们公司每年都有体检, 去年那次, 我因为陪小雨去国外, 就落下了。 她体检落下的事我知道, 但当时她跟我说的是, 因公出差。 没想到, 又是跟小雨鬼混。 后面, 我催过她几次, 她一直拖拖拉拉。 再后来, 发现她出轨, 我就不管了。 小雨呢? 周易自嘲地一笑, 我都快死了, 她哪还会守着我, 早跟人跑了。 不过她运气不好, 后来又跟我遇到了, 她怕我打她, 逃走的时候, 从商场的楼梯滚下去, 脸摔坏了。 小雨的脸整过容, 遭受剧烈撞击的后果很严重。 周易还在叙叙叨叨, 我却没心思再听了。 我满脑子都是她说的那句, 我快死了。 虽然我恨周易, 但她是画画的爸爸, 我也没想她这么早死掉。 突如其来的消息, 让我不知道怎么反应。 周易看了我一会儿, 小心翼翼地问, 剩下的这段时间, 能让我跟你 还有画画一起过完吗? 不会太久的, 医生说最多半年, 就半年, 我想再陪陪你和画画。 千兴,对不起。 这一声道歉, 应该是真心的。 只可惜, 人之将死的真心, 稍显诚意不足。 倘若周易没有得绝症, 小雨没有离她而去, 她大概永远也不会回头对我道歉。 她背叛我的时候, 就没有想过, 自己的所作所为会伤我多深。 十年了, 一句对不起, 又怎么抹得平。 周易, 你说, 我听着, 过去十年, 我真的很爱你, 全身心, 毫无保留。 我知道, 但那个林千兴, 被你亲手杀死了, 现在的我要为自己而活, 你懂吗? 周易点点头, 然后开始哭泣, 一开始只是无声流泪, 后面越哭越凶。 我有过一秒的心疼, 这一秒, 算是祭奠过去的十年。 然后, 我很冷静地告诉她, 剩下的时间, 如果你想多陪陪画画, 我可以安排, 其他的, 我给不了你。 说完我看了眼时间, 画画快要放学了, 我要去接她。 周易除了点头, 已经说不出话。 咖啡馆外面种着一排玫瑰, 有些已经枯萎凋零, 有些正迎风绽放。 画没有选择, 但人有, 不要做枯萎的玫瑰, 要永远热烈, 清醒。 未生周易死的那天, 他的父母按照他的遗愿, 没有通知我和画画。 孩子还太小, 亲眼看着爸爸死去, 会留下心理阴影。 至于我, 周易认为我应该不想看到他, 也怕通知了我但我不去, 所以也没让人没通知。 最后的时刻, 良心发挥到了极致。 后来他妈妈来找我, 跟我说, 阿易每天都去幼儿园对面的那条街, 看你和画画, 走不动了, 就让他爸推轮已去, 我知道。 早在他第一天, 出现在幼儿园对面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 以前我都是把车开到幼儿园门口, 接了画画直接走。 后面这段时间, 我把车停在了拐角的停车场, 跟画画走一段。 画画还问我, 妈妈, 我们这是为了锻炼身体吗? 我没让他知道, 这是为了让他爸爸多看他几眼。 无论是作为丈夫, 还是作为父亲, 周易都不合格。 但他快死了, 在不打扰我和画画的前提下, 我可以允许他多看画画几眼, 看得越多, 越不舍。 也许那个时候他明白了, 为什么当初他带走画画藏起来, 我会一并不起好多天。 只可惜, 明白得太晚。 他妈妈走之前, 问我还恨不恨周易。 为了多点把钱留给画画, 他很早就放弃了治疗, 后面的日子都是靠吃止痛药度过的, 都是为人父母, 你应该懂, 我们亲眼看着他受尽折磨, 一点一点走向死亡, 心里有多痛, 我懂, 但不重要。 如果我是他们的女儿, 当初被周易那样欺负的时候, 他们会心疼吗? 我跟自己的父母, 尚且不再频繁来往, 跟他们更没必要。 如果你们想看画画, 我不会阻止。 这是我最后的仁慈。 周易死的第二年, 我收到了一份礼物和一封信。 礼物是我当初留下的那枚婚戒。 信的内容也很简单, 千兴, 很抱歉又打扰你了。 不过这是最后一次。 我本来想给你和画画每年寄礼物, 但又觉得对你和画画不公平。 我这样的人, 不该死后还持续出现在你们的生活里。 以后画画的生日, 还有各种节日, 就由你代替我给他送礼物吧。 祝你们平安喜乐。 祝这个字前面有几个落笔的点。 周易写这封信的时候, 应该还有很多话要说, 但是最终他没写下来。 他应该不想我和画画忘记它。 但是很遗憾, 我对他的记忆已经开始模糊。 画画偶尔会想它, 但因为之前的两年, 就一直是分开的, 所以想念并不强烈。 经历过抚养权争夺, 画画也知道, 我跟周易早就闹僵了。 他爱我, 就会下意识地远离伤害我的人。 我抽空去了一趟墓园, 把周易寄给我的戒指, 放在了他的墓碑前。 黑白照片上的他笑得很好看, 一如当初我们刚认识。 少年意气风发, 眼里有光。 是我曾经爱过的模样, 也只是曾经。 我俯身放下一只热烈绽放的玫瑰, 跟他告别, 周易, 再见。 爱和恨都到此为止。